台师大教育政策小组9号针对台湾未来教育议题 向新政府提出多项具体建言 教育学院院长许天明指出 台湾目前面临学生看不到未来 老师失去热情 政策缺乏共识三个急需解决问题 更提出政府应将弱势者教育视为国安议题 集中资源在最弱势的学校和学生 让有限经费发挥最大效率和影响力 到偏乡去设立 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做的 这应该是一个国安议题 政府应该优先来对偏乡 对这些弱势孩子来协助 许天明表示从学者研究得知 台湾低表现的学生 大部分来自低涉及背景家庭 受影响程度也随着年龄增长而扩大 学前教育对成长影响最为关键 新政府应该让每一位幼儿 至少享有一年高品质学前教育 立法委员柯志恩提到 现行环境限制下 偏乡地区设立幼儿园困难重重 很多幼儿园 它就卡在一些建筑法规的问题 它光是要设立的层面上面 就会受到很多法规的一个卡关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在这个 这个物质上面 或者在这个建筑上面 应该要法规上去松绑 松绑完之后呢 你再来提升这个品质 这样才有办法在物体 跟这个软体硬体的部分里面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权衡跟平衡 立委柯志恩认为 提升学前教育品质相当重要 但提升品质之前 应该先针对偏乡地区松绑法规 让偏乡幼童先有幼教环境 再同时追求教学品质 才能落实幼儿教育 记者Jugu大鲁台北市采访报导